我们之前在讲韩战的时候 一开始老蒋曾经准备 要派三个师到韩战战场 事实上它没有去城 可是在韩战结束之前 也就是大概11天 也就是在1953年7月16日 国军发动了代号粉碎行动的 海陆空三期作战行动 目标是针对福建广东交界处的东山岛 总共投入了1万多人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魏宇魏伯伯 他的魏是保卫的魏 他今年90几岁还可以站着直挺挺的 他是东山岛的战斗英雄 42支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的区队长 他的命很大 在东山岛战役的时候 子弹就从他的左耳后方就直接这样穿过去 隔着两三公分再穿出来 他最大的感触是 在战场上面一定要有必死之死的勇气 指挥官不能够翻乱 如果你不翻乱的话 下面就会有信心 魏伯伯说他们在撤退的时候 其实局势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 他虽然重担 可是还是力劝长官要坚守反旗 先打退追兵 再逐步的退却 所以部队没有散 然后他说这样子就大家也救了自己 后来被后送到台湾治疗 还货班忠勇勋扎 他讲这些话 在战情关少将 这可能读者会比较陌生一点 他早年曾经出版过几本书 其中有一本书叫 《血战于生》 里面有特别的提到他的名字 但讲的是那位魏宇魏伯伯就对了 他是说魏宇 沉着应战 率领弟兄击毙 共军不少 我对于他的这段话 其实是很有感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宣传都是说国军高揍凯歌 可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出来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打的换枪走板 有十倍于对方的兵力 可是撤退的时候其实是一片杂乱 竟然还把陆军第45师135团留在沙滩上面 都还不知道说还有部队没有撤走 弟兄都还没上船就开走 然后海军陆战队 他们后来又回头去抢救 有一些不该死的 就这样子玩死 就死在东山岛 这一次的战役结束以后 老蒋爷大概就知道说 他的反攻大陆基本没有太大的希望 到了7月27日 韩战就停火 两岸也进入到超稳定的结构 虽然后来有国关计划 可是并没有实现 福建的东山岛其实蛮耳熟的 有在关注两岸新闻 或是军事新闻的网友 应该知道 解放军每年都会在这边举行军演 对 东山岛的地形与台湾是比较类似 所以才会被选为每一年军演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地图 在金门以南 在福建还有广东的交界处 形状有点像一只蝴蝶 这个岛的面积大概是194平方公里 比金门还要大一些些 上面有三个高地 公云山200高地 410高地 425高地 三个高地刚好就像一个等边三角形 非常的重要 那东山岛的西北方 有一个叫做八尺门的渡口 这个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地名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因为到时候 伞兵是在这边空降 大陆在这个地方 就以大陆隔着一条 只有500公尺宽的八尺门海峡 因为非常的窄 所以当初作战的设定 并没有要长期暂停 打上去以后 暂停个两天就撤退 这场战争最大的亮点 是由美国中情局 CIA他们化身的西方公司计划的 由金门防卫司令部 成立联合任务指挥部 由金防部那个时候的司令 福联中将来担任指挥官 所以层级非常的高 还出动了正规的国军 还有陆战队抢摊 当然散兵空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你说那时候出动了陆战队 抢摊还有散兵 对 这让我想到诺曼蒂登陆的场面 其实这场计划是很久 在1953年2月 国防部那个时候就已经计划 要突袭东山岛 原本计划要使用两个师的兵地 因为一些因素就延起 到了7月4日 国防部突然间下打说 要进行粉碎计划 作战部队在7月14日 就开始陆续的登船 可是并没有算准潮汐的时间 主地部队就是45师 他们有两个团 在那一天进来 有四个影上不了运输舰 加上后来又觉得说 攻击的兵力不够 所以又临时追加了一个团 也就是第18师53团 作为预备队 整个时间就往后delay了一天 变成是15日下午登船 至于游击大队 就是搭机还船 因为他们的行驶速度比较慢 所以是早上就出发 虽然刚老谈讲状况真的蛮多的 不过最终还是有一万多人 要去登陆 要去抢摊 他们是在7月16日清晨 由海军陆战队 最先在东山岛苏丰间 这个地方 在苏丰间以北 开始实施首波的登陆 第45师 还有他们的前进指挥部 随后就陆续跟进 这个是右翼部队 同时游击第42支队 是在苏丰间以南 在那边登陆 这是左翼部队 因为人数只有1700多人 所以他们登陆很快 没有等到45师 还没有集结完毕 他们就直接开始进攻 很快的就进入了 东山岛一个叫做西埔的地方 我们一开始说的魏伯伯 他就是属于右翼部队 另外空降支队的 散兵487人 由17架C46运输机 载到八尺门空降 至于临时追加的预备队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18师53团 他们在专载的时候 因为错估潮汐 所以延到下午才抵达登陆场 一样这是在下午上岸的事 本来他们是应该 清晨要抵达的 可是他们也是到了下午 才在东山岛西岸登陆 这个是闽南游击大队 有一百多人 总之呢 自一万多人 陆陆续续登陆东山以后呢 全州还有汕头增援的解放军 很快的就赶过来 所以国军在攻占东山县城以后 17日清晨就开始边打边退 台湾这边的报纸 是在7月18日开始报道 标题比如说像是有 我明海两栖突击队 扫荡东山凯旋而归 到19日又登了一则新闻 标题是 我突击东山部队 全部凯旋基地 整体而言呢 报纸的新闻都没有透露自己 到底动用了多少部队 只有写说 闽南两栖突击部队 是执行这次的任务 还说占领东山县城 对三千的共军完成手段 带回很多的战利品 我们前面其实一开始就提到说 到东山岛的国军 大概有一万人 然后有是岛上十倍的兵力 所以换算下来 共军在东山岛应该是一千多人 不过刚刚说报纸就说 对这三千人 这差两千人是哪里来的 媒体多半一定要附有 内宣或外宣的任务 这是在所难免 说东山岛有三千共军 却只有提自己是由 邮寄队来执行任务 主要是证明说自己非常的勇猛 因为既然是邮寄队 都可以打成这样子 正规军那就更不用讲 而且他也间接的暗示说 一定有动用到一万人 因为我们知道登陆作战 攻方至少要三倍于首方的兵力 攻方要比首方多三倍的兵力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就有提过这个数据了 但他这样出兵周边的解放军像是 泉州汕头这边的部队 应该很快就要有回应 忽略也预料到这一点 所以在执行行动之前 他们就先派空军把九龙江大桥给炸断 然后预估说解放军 增援的部队要36个小时才会到达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歼灭导散大概1000多人的部队 没想到才登陆 还有空架没有多久 增援的解放军其实就陆续赶到 除了31军派的一个团 住在汕头的41军 还有泉州的28军 也另外总共派了三个团 所以他们就如潮水帮涌过来 他们到了以后 除了向民间紧急征掉门板 驾设虎桥渡过八尺门海峡 威胁到了在八尺门空降的散兵 同时单天下午过后 也有征援部队搭着机航船或渔船等等 在东岸登陆 对魏伯伯他们的42支队构成的威胁 等于原本没掉到解放军会那么快来 结果很快就来了 那他们将来得及反应吗 本来就设定要17日撤退 并没有要长期的控制东山岛 所以登陆的国军并没有再重武器 16日清晨登陆还有空降东山 中午之后就攻进了县城 可是东山岛上面的最重要的三个山头 都并没有真正的打下来 等到征援的解放军进入到东山岛 突袭的国军其实就很快的开始动摇 在撤退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进行场面 特别的是东山岛的重头戏 也就是赏兵部队 台湾有一本书 作者是刘忠勇先生 他在空降东山这本书里面 就访问了一些老兵 结论是一场空降东山的戏码 演变成陆军为了抢救散兵 结果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最细极性的是 国军在明军收兵的时候 竟然还把一整团一千多人 一万在沙滩上面 结果临时加演了一出 抢救陆军大兵的戏码 由陆战队派两栖战车重返滩头 再把他们载回来 创下了LVT 在敌前顺利撤退的奇迹 你刚讲这件事让我想到以前 暑假带实习生出去采访 结果采访完了 我们把实习生留在现场 自己跟盛盈 大家采访再回公司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已经觉得 这个很离谱了 但是你这个发生在战场上 真的非常的夸张 所以那个时候的报纸 虽然都是说东山岛大姐 可是后来其实是不太提 东山岛战役 不要说是跟打赢的 金门古宁头战役相比 连后来实现的一降三 其实知名度都比东山岛还高 东山岛战役 感觉上知名度真的不太够 或许跟突击的结果 是有一点关系 毕竟还是演变成了 一个救援行动 我想问一个问题 CIA的西方公司 为了验证散兵的成效 在东山岛的战役期间 其实就是在 寒战要结束的时候 这两个时间点真的很紧 非常令人 就有充分的联想空间 对 那个时间点真的太接近了 所以我们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也一定会死人 所以打不打 一定都会有一个目的 1953年在寒战结束前夕 国军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突然间发动 东山岛突击作战 绝对不是老蒋突然间心血来潮 说我要开始反攻大陆 而是以整个国际的环境 有紧密的联系 有特殊的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 在1951年7月10日 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 开始与联合国部队的美方代表 进行停战的谈判 双方边打边谈 主要的争议就是在军事分界线的法定 还有战斧的前法 1953年双方又因为战斧的问题 陷入了谈判的僵局 李承晚那个时候态度是非常的硬 志愿军也是在5月13日发动了夏季进攻 到了7月13日开始 进行了第三次的攻势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京城战役 因为那个时候联合国部队也集结重兵反击 所以达到了6日 志愿军就进入了反应阶段 所以这一天也是东山岛登陆的第一天 对 因为13日的时候 解判军发动京城战役 国郡这边是在14日开始突击东山岛 结果因为潮汐没算好 部队没有全部登船 所以是改成15日才执行 16日正式的打响 那突袭东山岛的时间点 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么的臭巧 这么的特别 很自然就一定会被联想到说 是为了要撤印在朝鲜半岛的联军 我们看7月18日 那个时候报纸首次刊登了 有关突击东山岛的新闻 他是中央社发自华盛顿的消息 里面写说 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MEC 他们向中华民国大使馆 探寻了这次的突袭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使馆的发言人就说 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报告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例行的军事行动来看 在我们拥有的力量许可之下 会尽量的对北京方面实施压力 并且尽可能使我们的正规军 还有游击队获得战斗经验 这个是我们向来的一项政策 这份声明还说 这次突袭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点 因为这个时候 刚好是可以作为台湾 支持联合国的证据 所以他也讲得很白 那就是配合联军 然后要在东南沿海来牵制解放军 没有错 7月40日国防部就下达 粉碎计划实施命令的时候 志愿军的确是在夏季进攻 已经开始打得非常的火热 所以国军在这个时候的军事行动 一定会让北京方面感受到些许的压力 会尽快的签署停战协定 因此韩战就是在7月27日 两边就开始签职了 问题是看美援炒结束 接下来解放军就把金帝 重新摆在台海方面 很快的就在1955年 拿下了一江山大成岛 特别是一江山 那个时候就换成了解放军实施了 入海空三军协同作战 这也是解放军的第一次 我觉得事情的发展是蛮合理的 因为毕竟后院着火 他可能想要赶快尽快结束战事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 蒋介石之前是想要派三万大军 去打韩战 但是被挡下来了 这一次东山岛的突袭 他是心甘情愿的吗 当时的金黄部司令辅联 他有不同的说法 他在金门义旧这本书里面 他的说法看起来就跟 那个时候国际大气候 并没有太大的观点 辅联说5月8日 国防部那个时候 大陆工作处就跟他说 西方公司催促我们 要迅速的使用散兵 不然要停止对散兵总队的专备 他说善意 也就是老蒋希望了 金门方面能够配合 那辅联的他最初的时候 或者不以为意 后来才知道说 这个是西方公司 希望透过散兵突袭 来获取行报 之后呢 在金门的西方公司的负责人 就不断的鼓励 甚至也还提出了具体的计划 要散兵空降 破坏全州会案的洛阳桥 还有地面部队要攻击崇武镇 他知道这个不可行 就是敷衍说 如果国防部能够准许的话 我们可以研究执行 同时还建议说 如果真的要做 最好以东山岛为目标 进退比较容易 结果呢 胡连在他的书里面 讲得很好玩 他说天下市 常有出乎意料之外 到了七月三旬 突然之间 突击计划竟然获得 国防部的批准 交给他的去实施 而且由他担任总指挥 对于这样的结果 胡连就很直白地讲说 散兵表演 他是用散兵表演 这四个字 散兵表演是 突击行动的构成主因 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占领全岛 也不在于巩固台湾的民心士气 也不在于对中共在航战停战 谈判上面的施压 最大的目的是西方公司 想要验收散兵的空降作战能力 而台湾也想要借这个机会 争取一万巨的散距 因为那个价值相当的昂贵 还有其他的武器 等于胡连是把这一场东山岛的作战 是拉到是在散兵这块上面 不过他用散兵表演 他是不是不太感怨 有点调侃 也不是调侃 是感慨 他说按照西方公司的规划 那个时候要空降将近500人 在距离大陆对岸 只有500公尺的八尺门那边降落 因为那边之前的调查是认为说 只有水兵点大概120人 顶多再加上一些民兵 可是他们的战力比较相对薄弱 所以散兵攻降之后 要破坏八尺门的湖桥 就是跟大陆这边的连结的湖桥 组绝解放军渡海增援 然后在殲灭控降区内的所有的敌军 可是胡连认为 由东山岛东岸登陆的陆军 要去接应散兵的话 可能会在410高地这个地方 被公安团的部队给阻挡 就关系到整个战事的成败 于是他就规定说散兵应该降落在410高地南面的西埔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42支队 他们一开始就占领的地方 在那边降落看地图 这个地方就其实离滩头近只有12公里 散兵降落以后立刻收散 陆军前锋就到 很快的就可以把他们接回去 可是西方公司坚持一定要在八尺门降落 因为认为说他们在台湾的训练基地 可以在1000公尺的高空投下亲密的散兵 而且可以很精准的降落在一平方公里内 所以希望散兵能够立下主敌于滩头的战贡 等于美国老大哥想要的方式 胡连这边其实是不太买账 那这样瞧不拢 但是因为谁出钱谁是老大 所以后来散兵在八尺门跳伞的时候 出了很多的状况 他们在跳的时候 八尺门渡口的水兵点 他们就拿架起的机关枪朝空中打 附近的民兵有枪的也拿枪 就朝空中射击 所以有很多的散兵其实在空中就被打死了 有人在开伞的时候 感到说这个怎么会有温热的议体 从上方泼洒下来 结果想说这个谁在小便 没想到是比他还玩跳伞的同袍 竟然被击毙 在空中撒下了热血 空降东山这本书里面 其实都有详细的描述 散兵跳伞以后 人又和武器是分开的 所以整个队形其实是大乱 而且还一度失去联络 后来散兵虽然攻占了八尺门渡口 可是陆军部队因为没办法突破共军的反线 所以后来散兵上完散众 到最后只好自行突围 然后在陆军一三次团的掩护之下 结果就损失惨重 所以福典他才讲说 散兵表演是这次突击的最主要构成主因 海陆空的出动是陪公子读书 散兵一降落 其他的军种就陷入了逆走 其实我觉得透过胡连他的文字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对这场东山岛战役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 他用了表演 然后又说陪公子读书 所以东山岛为什么要打 一般主要说法就是配合韩战 在东南沿海签字解放军 希望朝鲜半岛的天火确定可以赶快的签订 但是福典他的说法就比较窄化一点 就是西方公司想要借这个机会 去验证散兵的作战能力 台湾这边是想要透过他们 来获取一万具的散去 还有其他的武器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有点疑惑 东山岛战役到底是算赢还是输 因为后面的撤退是非常离谱 不过你刚刚这样讲下来 其实他一度攻占现成 的确是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 对国军而言没有达到最重要的目的 整个过程没有打好 这个是真的 当然对于战争 没有人会随便讲说自己打输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看 台湾过去都是用东山岛大捷 中心一点 现在全部都是说东山岛战役 至于大陆方面 有的就直接写是国军惨败 为什么会这么的说呢 我们看虎典的说法 他说海岛作战的特性是 胜者灭敌败者被奸 这次东山岛战役我们错误点点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他用的字 他说我们错误点点 确认全师凯旋 按理不是败战 可是他在18日那天晚上 就已经自行处分 因为师出无功 而他自己自我检讨 主要是犯了战胜不复的大错误 也就是每次作战的胜利的状况 原因不会完全的相同 我听到这边我有点疑惑了 他说师出无功 所以自我检讨 但是一方面又认为 全师凯旋不算败仗 心中间路线 对真的就一直很矛盾 我一点有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他和陈一下面的部署 其实彼此之间并不陌生 因为双方从苏北打到山东 又从山脑打到河南 反正就一路打 到了明海 也就是金门沿岸 又陆陆续续打了四年 特别是南日岛的突击 陈一更是片甲不留 他说原本以为陈一的援军 在种种条件之下 会来不及调动 没想到他却束缚了厦门 云顶岩 还有海城南太武 有两座高山 大陆可以在这边用 扩大的放眼镜 看到金门 也就是廖路岸那边 所以海军的舰艇 在那边寄举 迎举的时候 对岸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子陈一就可以集中 他们所有的车辆调派军队 我们军舰向北 他们的军队也就向北 我们的舰队向南 他们就向南 无形之中就把这次的棋袭 变成了解放军预期性的造诣 所以整个局势当然是不利于我的 我觉得这一段算是他对 这场战役的一个反思 对不对 他其实有去检讨说 到底问题出来哪里 对 不过胡连还是补了一枪 他说他在写词文的时候 陈一已经深入返土 也就是过世 就在我们虽然没有10米 就是偷鸡不着18米 虽然没有10米 但是偷鸡未遂的情况下 获得了哲修离开了福建 等于他要叮他说 他其实差点把他给灭了 这个意思吗 福典也算是方面大将 所以只提陈一 其他的都不提 而且陈一已经走了 他也没办法再跟他反驳一些什么 陈一虽然没办法反击 可是他下面的部署 也就是在1949主打金门的叶飞 在他的回路里面 却有所不同的回期 这个叶飞说 我们有个金门失利 国民党有个东山失利 胡连因为金门得手而生了官 却因东山失利而倒了煤 也算是个报应 刚这一段就是国共将领 除了在战场上面拼生死 对然后在纸上面 对然后我不能讲打嘴炮 他在纸上面也可以打笔杖 对我们比较文言一点 叶飞还说 东山岛在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被敌人占领 也就是被国军占领 于是台湾注解 就是说我们打了大胜仗 可是有个山头还在手里面 就是还没有沦陷 他说东山岛只有一个团 不可能守得住 本来就设定说一旦如果遭到攻击 就退守公云商200高地等待援军 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刻按照预定的方案 派出援兵 16日单天晚上就开打 17日早上就消灭了 他说说用消灭消灭了八尺门的伞兵 来打通了与东山岛公云商200高地上面的 手群之间的联系 他说陈毅到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因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了 叶飞还说因为没有迅速占顶港口 很遗憾的说 这个裁让一部分的敌军搭着军舰逃走 所以他这边讲的裁让一部分敌军搭军舰逃走 是不是前面我们提到那个陆军抢救散兵 是 然后海军陆战队抢救陆军的那一段 对 国军在撤退的时候 一三五团还留在岛上 在东山岛战役 那个时候担任海军陆战队参谋长的孔定城 他后来是担任警政署署长 现在年轻的看来也没有听过 他是西洋玩取军校出生的 他在17日下午搭乘最后一批水路两栖运输车后侧 在起毛的时候 还用万眼睛撂万东山岛 结果看到沙滩上面还有黑压压的人影在那边篡动 于是就和陆战队司令周宇凡讨论 决定再回头去抢救还在岛上的一三五团 当天晚上8点 一三五团那个时候 他说已经失去了控制 一窝蜂的就向LBBT这边跑 没有办法做有秩序的撤退 你就可以知道说人性战场上面 都乱了 整个部队阵型都被破坏掉 大家只想要逃命 到了18日凌晨2点45分 才全部的返回 然后上午11点30分才抵达金门 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那时候台湾的报纸 在7月18日说凯旋而归 19日又登说全部凯旋基地 就多了全部两个字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为了要抢救一三五团的关系 中间有一段的落差 至于里面的惊险过程都没有曝光 总之代号粉碎计划的东山战役行动 在状况连连的情况之下就结束了 孔定成后来引述了 胡连在检讨会议里面的说话 他说国军是用农业社会的军队和观念 去打工业社会的现代两栖作战 老谭之前有讲过一集 人类社会最后一场特大规模的古代战争 然后我们撇开什么共谍等等 那时候其实有提到说 解放军在数字管理这方面 当时是明显优于国军的 我这样听下来 也就知道老谭为什么一开始说 他要从魏与魏伯伯开始讲 然后还一开始就用不能慌乱 是 因为刚最后面那段真的是 很非常乱 那个时候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魏伯伯那个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说 作战一定要有必死之死的准备 你才不会遇到的险境 就守住无措 才有机会存活 1952年的南日岛突击战 这场围起三天的战斗 一共带回了800多名的共军俘虏 除了验证一年准备 两年访攻三年扫弹五年成功的整军成效 最重要的是这场突击战 它的政治性意味非常的浓厚 标标准准的 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延伸 因为它的出兵是选在三十节国庆的当天 在进行登陆的时候 风高烂急 访共救国军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海上游击队 他们喊着领袖万岁的这种口号 很有以前日军万岁冲锋的这种气魄 先前有机会访问傅伟志傅将军 他是辽宁锦西人 参加过锦州战役 他打南日岛的时候 他是67军第七十五师224团 他说这场战役打得非常的漂亮 金门突击南日岛 你听说这个吧 难道我当排长啊 这个南日岛我们打胜仗 我们的训练到了顶点 当时我们要求的标准 手榴弹50公尺几个 每一个单位都有训练这个特别偷偷 70公尺以上 我当排长打大车轮打80个 我全赢排长到处第一名 这个部队训练到这种程度 所以上战场百战百胜 到最后跟那个傅伦聊天 我说你们怎么搞的 你们那个装备不比我们差呀 他说哎呀你们太厉害了 他说手伸出来 手打一个洞 头伸出来 头打一个洞 他说根本我们跟你们一切除 没办法 非头将不合 在我的当兵生涯里面 我在部校待了半年 那这不是自吹自擂 一般丢30公尺 我们就是60分 可是我呢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丢到 50公尺以上满百 但是如果丢70公尺 这其实除了力量之外 因为我们丢就会知道说 其实技巧性是非常重要 有一位7050225团的王宗 王伯伯 他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 他在南日岛 因为他是民事官 所以他在南日岛就地登记了40多名的葫芦 葫芦讲过我们的部队 太厉害了 那个葫芦跟我们讲 他们一名全法阵 收入单案 你走个20公尺的人就不错了 那有些的士兵啊 我们在经营天天训练 都收入单 这个算40公尺很平均 这两位前辈说的内容其实都差不多 都一样 那这样说服力其实就非常高了 是 我们知道因为周三撤退 对国军事实是一大打击 为了避免大家从此认为说回不去了 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喊出一年准备两年返工 这些口号 1950年5月21日的报纸 甚至于用全版来勘赞 到了5月24日 又报道国防部政治作战部统一标语口号 他的第一条是 拥护蒋总统 第11条也是最后一条 口号是 蒋总统万岁 这一位指着 那个时候正在努力的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掌控 开始进行一体化 所以经过了一年的教化 登陆部队会喊领袖万岁 其实是应该很有可能也很自然的事 像这场战役的时机点是选在双十开打 是 所以这时间点就非常耐人寻味 没有错 这次动员的部队是8000多人 还不包括海空军 那其中呢有6000名是正规军 以打过登部岛的67军 75师为主 另外2000人是反攻救国军 那当然其他的海空军 那个就是属于比较资源性质 那根据柯远芬 在暴风雨这本书里面的说法 1952年的六七月间 福联他奉造为台湾宿子 那他在返回金门的时候呢 柯远芬刚好也在台湾休假 于是福联就邀他一起搭飞机回到金门 7月16日那天呢 在专机上面只有他们两个人 福联说上面有意思要选定两个岛屿来实施突击作战 那同时呢福联跟他讲说 那你就朝你南日岛的突击计划 另外还有东山岛的突击计划 他交给那个时候是金黄部的副司令官 完颜严厉的颜 完颜来负责 柯远芬说 福联讲得非常的简单 并没有任何的具体时间 病例等等都没有限制 除了突击时间之外 一切都是他要必须自己去摸索 所以他订定计划的时候 多次搭乘渔禅到南日岛的外海去观察 一直到了10月初 福联告诉他 高峰呢高层已经决定在三十节 还有也就是国民党七权代表大会 开幕同时要进行南日岛突击 所以这个作战代号呢 定名为庆祝国庆计划 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许胜不准败 所以这场战役原来是跟国民党的 这个七权代表大会是有关系的 是国民党七权代表大会 他闭幕典礼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对外公开 那蒋介石呢在区前代表大会呢 他也公开检讨过去在大陆的军事失败 但是呢显然就是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 因为已经成功了 所以给他的一些底气 所以媒体是在10月16日才正式的公布 南日岛的突击作战 带回了800多名的共辅 所以那个时候报纸的标题是 我明海游击健儿突击南日岛骤 可是老谭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出动的陆军6000人 是 那游击队呢是2000人 可是为什么这边只提到游击队 因为这是为了宣传需要 我们想想看 如果游击队 他都可以造成这样子大的战果 那你可以想到 如果出动的正规军 那他的收获是如何之大 那个时候还有的宣传是讲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 那个时候出了一本南日岛的小册子 他说这一次突击南日岛参加的共军 是所谓的铁军最精锐的部队 可是在游击队的面前却不堪一击 所以这种暗示性更强 所以我们在看那个时候的报纸 从10月16日第一次出现突击南日岛 带回了800名的共辅之外 之后所有的报道也都几乎都只有提游击队 正规军第67军第75军 在媒体几乎都看不到 所以这样子我们从后来回头去看 就会变成说 这个宣传的意味非常浓厚 没有错 另外我们也要说明一下 这里的游击队其实是反攻救国军 因为在周三撤退之后 部分的游击队撤到了台湾 那也有部分南撤到大臣岛 马祖甚至到了金门岛 福典那个时候 他也兼游击队的司令 那这些游击部队主要是美元 所以这场南日岛突击作战 除了有台湾内部必须要为政治服务之外 那也有美国西方公司的因素 因为你要出人才能够换取武器换取援助 所以强调这个是尤其对立下的战功 多多少少也是有向美国西方公司要价的这种味道 柯远芬在他的暴风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韩战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 联军统帅麦克阿瑟 他认为说联军应该趁此机会渡过鸭绿江 指导东北并且援助国军防攻大陆 可是呢美国的执政单局因为有顾力 所以麦克阿瑟因此去止 可是呢美国还在为这个战略在做争辩的时候 我们的高峰呢为了要显示国军他的战力 也就是我们自己有独立可以反攻的能力 只要美国给予适度的海空还有后勤的资源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特别选定这些沿海岛屿 直施突击战 这也是当时南日岛突击战的一个由来 所以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呢整个基调就是为了要宣传国军 一年准备已经达标了 已经通过验证了 而且可以一扫甚多 比如说像这次的南日岛突击战 那个时候的报纸还有宣传册子 都特别的强调就是 这些游击队可以做到以一单十 国军一年作战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达成 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真的是像宣传上面讲的南日岛作战打得这么好 整个呢实际作战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突击南日岛作战是由金门防卫部司令 辅联他来负责 那那个时候参战的地面部队呢 分为东陆军还有西陆军 西陆军呢主要是由第七十五师的第225团 另外还有就是打过登布岛的第224团 这个施展的是湾关瑶 西陆军另外还有福建游击总队 的第一突击大队 那个大队长是张乃安 那东陆军呢主要是福建游击总部南海支队 人数大概是两千人市令是完胜船 这些正规军还有游击部队是在10月10日10点30分 还有到晚上7点先后从金门料罗湾等地开始发航 因为受到风难的影响 西陆军一直到了11日的清晨6点30分才进入到了预定的博地 可是已经比原点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 受到这个气候啊海上影响啊算是延误军机了 那他们该怎么办 所以原来是要起洗 现在因为天色已亮 所以正好变成是强袭登陆这样 7点30分呢在海军的舰炮的掩护下 先前部队啊就是第一突击大队 他们开始强行登陆抢他 之后呢才是正规部队开始登陆 至于像东陆军呢 也就是玩盛船他们的部队啊 登陆的时间是在清晨6点30分比较早 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看起来 其实天色都亮了 所以岛上的守军势必是会看得到他们 对因为岛上的驻守的部队不是很多 所以还算蛮顺利的 那个时候呢华野在南日岛的部队啊 是第83师的一个步兵点 大概是300多人 另外还有水兵师第85师呢 大概是100人 另外还有就是专备不佳的民兵啊 有四五百人 总计大概就是1000人左右 不过呢登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像75师二舞团的王中王伯伯讲啊 他记得那一天他们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市长汪官瑶呢才把地图拿出来 告诉各团各营到时候的登陆地点 那他不是抢他们部队啊 所以他们搭的登陆艇是到了博地以后 他们又改搭炮艇 因为炮艇呢 它的底部是尖的 没办法靠岸 所以他和队友呢 他们都背了二三十公斤的这种装备啊 壁子气啊就跳下去 从水里走了十几步的路 才走到了岸边 所以说他们这个背着重装备 然后还壁气 从水里面往前进 其实这个困难度非常高 因为岛山的守军不足 山野也很快的派兵增援 因为不了解情况 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也就是分批增援 总计援兵分了三次过来 那每次援兵散岛的时候呢 国军因为有优势兵地 都佯装不支 向后撤退 那解放军向前追击的时候 两侧的扶兵在一起的杀出 所以可以分批的包围登陆的援军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援军基本上都被俘虏 被称为典型的岛屿殲灭战 那不过呢 山野的防攻过程 国军其实也是有一些的省事 当然不是说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时候守方变成是国军了 是 所以这样子会有一些优势的兵力 可以慢慢一口一口吃掉 对 战争有的时候 它最残酷的地方就在治疗 因为我们一下说的 在过去的战场 其实也都曾经发生过 并不是说这个国军特别怎么样的 这我们一定要先声明一下下 只是说在受反的时候 像王中王伯伯他认为 战争的残酷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才能够避免战争 因为不能说因为残酷 而非常残酷的本身 所以这个王中王伯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就是战场上非常残酷的事情 南日岛战斗到了10月13日 增援的解放军那个时候一度攻入了九龙山 67师225团的一位战炮连的连长 他那个时候带着一个牌 冲入了解放军的阵地 这一段的战斗在今年11月举行的 福连将军研讨会 他们出了一本论文期 里面刚好有一篇论文也提到了这一段 文章里面说 连长震完之后 各部官兵非常的愤慨 真心恐后突入了共军的阵地 立刻解决了王底 除了救援之外 其他全部都被俘 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 是没办法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可是那个时候 在现场的王中伯伯他说 提炮连的士兵上去之后 他都不用枪去杀那些弃强兵 他们游戏 都是用十字构啊 圆球啊 把那些家伙 他们都给他看死 来泄恨 这个能做吗 这不能做 军人到了掌 那个掌 那就是拼枪拼刺刀 这个打仗你就要狠 那你不比他下 你就杀他 他之所以提到这一段 主要是战争杀红眼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形 他也很感慨 连掌正弯 他们去附近村庄 买了一具的棺材 连掌 那他放在棺材里面 没带回来 所以这个王中伯伯 他的战场印象 其实是非常的残酷 是 他其实并没有负责直接作战 对 那他这个王中伯伯到南日岛 他是要负责做什么 他是担任 类似像明士官这样子的工作 有点像阵战工作 所以被派完岛上是负责了解 民情 拜访民家 同时团长也要他去找 明夫来搬运 那他因为有大陆的撤退经验 因为他后来是跟着12兵团过来的 所以他知道这批人 可能到最后都会被带走 因此特别的先跟团长说 要我找人可以 可是到时候我们要走的时候 这些人不要带走 随后他又被派去 处理共军的葫芦问题 人数大概有30多人 因为保皇官之前问 就是抓到了一批的葫芦 30多人 那他们问话问了很久 都没有人回答 王中说他去了之后 立刻走到这些葫芦群里面 找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带他到角落问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口说话 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里面 有军官在其中 所以大家都不敢说 那于是他就向保皇官建议 把官兵分开 然后排队报数 每个人发号码牌 另外就是分开的审讯 那这样子既不会遗漏 也不会重复 保皇官从善无留 后来他们处理葫芦的问题 在南日岛就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说就是这个王中北北 他其实经验算是非常丰富 在战场上又有一些 集中生智的方法去处理一些 特别可能之前插盘推演 没有推演到的这个环节 南日岛突击作战 它的围棋是三天 到了10月13日 空中飞来的一架清寒机 第三天应该整个的战争就结束了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一架清寒机在上面盘旋 那当然就知道可能是我们司令部派人 就送命令 搬了那个飞机就投了一个红布包 而且带了个小降落山 我们的智慧官王冠调少将 王冠调马上就下命令 所有的补队一个小时才退出风 南日岛战役 就基本上正式的宣告结束 那他还记得 因为自己找来了三十多名的名夫 在船只即将离岸之前 他发现这些名夫都还在登陆艇上面 所以他就向连长报告 连长 我说那天我对船长的请求 已经他打赢了 我带他们去 结果我又带他们下船 从他们到沙滩 告诉他们从游边为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 为什么 你不然三十几个家庭给你 他们都是生产利益 都要靠他吃饭的 你才是这个家庭 这个准业很重啊 总之呢 经过了三天的激战 国军阵亡300多人 不过也有迷失12名的士兵在岛上 华野走岛的部队大部分都牺牲 后来呢 增援的部队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正玩家被俘的 损失大概是1300人 王宗伯伯说 他们回到了金门以后 后来先后举办了两次的万人宴 所以我们在前面提过 国共的这个岛屿争夺战 其实大家都是势在必得 虽然前面有没有交代 南日岛突击战是一场政治作战 可看起来是很成功的 还可以就是两次的万人大聚餐 酒水随便你喝 可以想见 当时的虎联其实心情是很好的 可是呢 为什么会说这是最后的一场胜利 其实柯远分将军说 虎联选定南日岛与东山岛 最后选的是南日岛 原因是虎联 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面有说 他原本是选定东山 作战计划成报之后 被周志柔、徐培根批驳 原因是会动用到美国军援的散兵专备 再加上呢 共军那个时候 在朝鲜半岛发动的秋季反击攻势 国军如果趁这个时间点发动作战的话 好像不太好 不太恰当 总之 所以虎联后来就改选为南日岛 也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 带了800多名的共辅回来 所以虎联对战果是满意的 甚至于认为这一战我们打赢了 三天时间消灭了驻守 以及逐次增援而来的敌军 总共六个赢 所以打得干脆利落 确实显示 如果时机到来 我们进军福建 原则上将是敌败我胜 福点甚至于还讲 南日岛突击战之后呢 美国总统爱森好在记者招待会上面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爱森好回答 临近中国大陆的岛屿游击队 由这个岛到那个岛 是极为普通的行动 所以这样看起来 达到国际上的宣传 不过我们也知道 南日岛突击战开始的时候呢 华野因为岛上的驻军少 他为了要征严 所以那时候紧急修监道路 这些也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所以他在短短的时间 他其实也把一些可能会被突击的岛屿 那些沿海的道路都做好准备 也就是很快的改善他的弱点 那至于福点这边呢 因为南日岛突击作战 虽然国军这边也显现出很多的问题 比如像是载居不足 通信不良 齐喜变祥齐等等 可是因为胜利来的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很多的问题并没有被彻底的检讨 所以到了1953年7月16日 也就是在寒战停火牵制前的11天 国军发动了代号粉碎行动的陆海空三期作战 目标就是东山岛 这次是真的要打东山的 总共投入了1万多人 那所有的问题呢 也几乎在这一次一次性的暴露 有大胜变产胜 我自己其实私底下问过的一些老兵 有参加过东山岛的 几乎都是说惨败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东山岛突击的战役 也蛮多老兵伯伯分享当时的一些经验 所以其实从那个还原这些史实来看 好像真的是如老兵伯伯所讲的 所以透过像这样的故事 就可以知道说那次的作战成果是怎么样 这次东山岛突击战呢 蝴蝶没有等到部队完全的撤退回来 在18日的那天晚上 他已经自行处分 因为师出无功 而且他还自我检讨 主要是犯了战胜不复的这种大错误 也就是每一次战争胜利的状况还有原因 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等于是自己过分的轻敌 所以其实胡连他的这个转念也转得非常快 所以马上也做出了检讨 对 东山岛战役呢 那个时候报纸虽然讲说是大吉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产胜 或者说是输的 那经过东山岛战役之后呢 蒋介石知道反攻大陆基本上是没有希望 那再加上航战结束 西方公司也彻底了金门 东南沿海呢重新变成了解放军的主要焦点 那国军在这里也快的就失去了战争主动权 后来呢虽然蒋介石还是有心要搞国关计划等等 可是终究并没有去真正的实现 所以这次突击南日岛啊 在游击队他被捧的这么高 后来可是好像消退的非常快 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游击队是由谁来领导 谁来主导 我们知道含战爆发 美国西方公司他在成立之初呢 保密局的局长毛仁凤 那个时候就与蒋经国在争对美情报合作的主导权 后来毛仁凤他说服了蒋宋美林 就透过了孔令坎 也就是孔二小姐向美方游说 把蒋经国排除在此案之外 之后呢蒋经国几次到沿海岛屿去视察 发现到游击队的纪律很快 希望加以整顿 可是又怕说多人被人家说你在多管闲事 为什么会说这个游击队是几率败坏 主要是没有经费 就只好靠劫掠 也就是当海盗来维生 或者说登陆大陆的这些沿海地区 就抢了一些东西就回来 那这个原因呢 主要是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没钱 却又招募游击队来卖命 那胡典呢 他为了要养兵也搞海上走私 而且有办法从香港吊金领 招募留完的前国军来当海上游击队 那等到东山岛战役之后 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出来 军事评论员张有化 他去年有一本书 叫做刀锋战将 他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这本书里面写说 政府后来开始整编海上游击队 有些位于金门的地方武力呢 都被优先的调到东营岛出手 有的人甚至于长年在东营岛 就是搞得百病重生 因为那边比较私人 老了之后呢要来台定居 因为他们都只有兵级 没有户级 显示蒋介石呢 对子批的部队 并不是那么的放心 这个是一个不能说的公开秘密 我们从这一集的一开始 老谭还有说到 海上游击队冲上南日岛 是喊着领袖万岁 结果最后是有点凄惨 又蛮落魄被发配到这个海将 那这也蛮像在抗战胜利之后 政府把一些游离的部队都踩掉 或是整编的这种状态 东南岛屿争夺斗战 有关游击队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琐碎的 虽然在南日岛突击战打得不错 国防部总政治部呢 也发行一本宣传册子 南日岛 只有提到游击队怎么样英勇 可是时空都变了 就像胡连在金门易救的 这本书里面说的 西方人都认为胜利就是真理 但你如果不在胜利 比如说像是东山岛 没有打赢 那真理就不会站在你这边 那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讲到美军找国军帮忙 从东南沿海去牵制解放军 老谭也很爱讲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不过呢 我们想要讲的是 以古见经 老谭把它兜在一起 历史真的是非常惊人的相似 会不断不断的在重演 ่好 这个 forsk苹果 这到底是 真的没有 在这边 等下 这么多的 在这边 的 是 这个